協商 討論一些意識規則的時候都出來 那這邊為什麼會有警察呢 請大家不要緊張 這些警察呢 是來保護韓國醫院長 因為上次韓國醫院長在這邊 人生被軟禁 欸院長 院長 現在線上有近萬名的網友在直播 那院長是不是跟大家打個招呼 院長辛苦了 我們希望台灣的民主走向優質化的民主 是 院長今天辛苦了 大家一起加油 院長非常努力的 要主持議事的中立 他要坐在那邊忍受各種 侮辱 嘲笑 謾罵 院長幹了三個月 頭髮快掉過 哈哈哈哈 我們對院長有信心啦 在這麼大的壓力下 還是這麼的幽默 這麼的風趣 對對對 對啊 你看啊 大家看看 欸來我們那個 麥玉珍委員來跟大家專業解說一下 來來來來 你直接對著麥克風講一下 對啊 你看昨天總統就是民主進步黨的總統上任 今天他們已經看衰了 叫說民主已經死了 講話的是麥玉珍委員 麥玉珍委員 現在也在協助 守著 這個主席台 大家也在協助 守著這個主席台 下面呢 又有人 又繼續的在謾罵 沒有關係 我想這個角度 讓他們 這個真寧的面膜 污秽不堪的言詞 全部都可以呈現在各位網友的前面 我們在這種時候 大家要記得一件事 當你的對手 當你的對手 用那一種 不堪入耳的言語 辱罵你的時候 千萬不要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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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保持冷靜 保持笑容 我們要戳破他們虛偽的講念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呢 正在表決民主進步黨黨團 提議 全案重複審查 我都不知道過去 這兩個多月他們在做什麼 鬧了兩個多月 出委員會的時候 大家記得喔 要記得一件事喔 出委員會的時候 民主進步黨有要求退回重審嗎 沒有啊 委員會審查完畢的時候 民進黨有主張 要退回重審嗎 沒有喔 睡了一個月 歷經了黨團協商 協商不成 不願意按照他們的意思 現在就要求退回重審 你如果認為會議沒有效 你當初就要主張退回重審 不是嗎 然後 然後 再鬧 退回重審 你看 沒辦法退回重審 搞得大家好亂 民主進步黨真的搞得大家好亂喔 一下子 現在院長 又說 要協商 那沒關係喔 那 民主進步黨的人 就要來 民主進步黨的人就要來 那我要先休息一下 我要先休息一下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